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各位一看 好特别 没见过的海报 不晓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活动 这个活动叫三好歌曲 然后争取大赛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 这个是我们中华总会 然后举办这个争取 是针对 欢迎全球音乐创作好手 一起来参加 以美妙的音符将星云大师的诗词 或是做好事说好话 存好心三好理念融入创作中 用歌曲传递真善美 这个年龄没有限制 报名的日期 就是即日起到12月31日 各位还记得我昨天提了一个 昨天讲的有一个报名截止 同样是12月31日 昨天讲的是佛学会考 报名截止 今天是这个三好歌曲 创作大赛的这个截止日期 看来呢 今年一直到最后一天 我们还真的有很多 是可以去 这个叫做客旗取证呢 还是逼所成会呢 还是说 他就是有 什么叫客旗取证呢 就是有一个deadline 有一个截止日 有一个期限在那里 你在到期限之前 你必须要完成的 就客旗 就我定了一个日期 那之前我要完成它 因为是这样子呢 自己就很有动力 也可以讲 不管是学佛学也好 或者是说您认识 有对这个音乐 作曲创作的 这些好手们 都把资讯寄给他们 等一下我们这个 他这个争取的 有一个连结的资讯 连结的这个资料 就一样请谢离 把这个资讯连结在里面 说明栏里面 各位帮忙转记 你如果认识一些 你说他叫好手吗 就说很专长吗 还是其实只要有兴趣 就可以了 那尤其我们各位 佛光人对大师的 他的这个作词啊 曲啊 诗词这些 都很有感受 那最主要是 还是尊重创作者 总之你把资讯 分给他们 那就可以 这个希望有更多的 这个人间姻缘的 好歌曲 那又是 词都是大师的这个内容 都非常的 不管是鼓励人心啊 或者说启发心性啊 或者是说 这个加强信心 或者增长 宗教情商 通通都有的 那你也可以 试看看说 有些是我们大人唱的嘛 有些是年轻人唱的 还有一些是小朋友唱的 我倒觉得小朋友的歌曲 好像比较 没有大人那么多 所以可以的话 有不同的 这个对象 都可以帮忙去创作 那当然有各种语文 所以也都是可以去发挥的 好 那这个是我先把这个资讯 带给大家 请大家在 现在都已经九月了 就这么几个月哦 真的要把握了 那另外就是说 今天是人情因缘 特别选了一首 各位听过的歌曲 叫点灯 好歌啊 是不怕多听的 更何况 真的有哪个频道 就说会一直去播放 这些歌曲的 恐怕比较少 我们早安佛光 从开播以来 现在一千多少 快要一千三百 不到了 一千两百多集 每个星期一 只有增加 没有减少的人情因缘的播放 所以也听了不少好歌 但毕竟轮那轮 那多久可以轮到 重复再听第二遍 所以我觉得点灯是很好听 为什么推荐这一首呢 通常都是在上灯法会 原灯法会 或者现灯法会 会播到类似这样的歌曲 那今天其实是 因为我们10月6号到9号 就是国际佛光会 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大家齐聚 就回到总本山 那这个报名几千人 身上容纳的 我觉得总会那边一定很辛苦 各方面都要安排 所以有时候啊 要大家配合 调整一下 大家就不用说第二句话了 就配合就好 不然他们真的工作得很辛苦 不容易安排 但总是呢 其中有一个环节 是这个佛光之夜 过去啊 就是开开心心 蹦蹦跳跳都有 但今年呢 我们的师父才刚刚离开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跳不起来 但是师父写的歌词 创作的这些歌曲 我们来歌勇赞叹 这样 所以就 我相信是以这个为主了 那么 各五大洲 都好多团队 也都要为师父献唱 那我们北美洲呢 就是选定了这一首 点灯 那北美洲各个地方 好多佛光合唱团 然后大家组合成一个 北美佛光合唱团 共同唱这一首歌 分布不同的高中低音 怎么样 现在各位听到 待会会听到的 是只有单一 一位 这个 女士这样唱 是单 单音的嘛 那 但是到了 我们北美佛光合唱团 在大会上 在 这个 献唱的时候呢 是 大家用不同的声部 去 去唱 一定很好听的 所以今天的 人间音缘 最主要 带来这个 再有一些 新的 创作曲的 邀请 的讯息 给大家 同时也请大家 欣赏 这一首 点灯 希望 大家 在人生路上 越走 越要感觉到 这条路 是充满光明的 是佛光普照的 是佛菩萨 护佑着 是我们 很谦卑的 很认真的 在学习的 这一条路上 真的 师父为我们点灯 佛菩萨为我们照亮 我们一定有光明的虔诚 只要跟佛法相应 好了 我们一起来欣赏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留给爱上的泪液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留给迷路的旅人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献给苦痛的众生 一朵两朵三朵千朵万朵 献给苦痛的众生 Zither Harp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点一盏树 点一盏树心灯 一盏树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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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树心灯 一盏树心灯 迎来树心灯 一盏树心灯 每一分钟